离开包尖的顾飞转了个弯,从旁边的包尖一个一个地找过去,果不其然,在隔壁的隔壁看到了精英团的五个家伙,就知道你们在这里呢,顾飞说 坦白吧,你和那几个女人到底什么关系,上次就觉得你狠护着他们,哼着公子说,只是认识而已,顾飞说,众人面无表情地继续注视着她,是真的? 嘿,顾飞说 坦白从官,抗拒从严,众人齐声道 嘘,小声点,他们还没走呢,知道吗,他们一直企图知道咱们拥兵团成员的身份,说是很仰慕 顾飞说 这群八卦的女人呢,含着公子感慨 玉天,你干什么去?顾飞看到了玉天神明非常鬼祟的起身 嘿嘿,没啥,转转 玉天神明说着,想朝外走,抓住他 含着公子喊,战无伤起身,一伸手就把玉天神明揪回了座位 同志们呐,是美女行会啊,难得这么仰慕咱们,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吗? 玉天神明痛心疾首,众人嗤之以鼻 小孩子 顾飞习惯性地鄙视之 没错 玉天,你太不成熟了 战无伤沉声教训玉天神明 看看,这才是成熟男人 顾飞欣赏的眼光看待战无伤 战无伤回头 监理啊,我不管这群女人什么来头 也不管你和他们什么关系 就是想问一下 问什么?顾飞说 你什么时候介绍我们认识啊? 顾飞煞那间无言了 公子拥兵团六人众,顾飞最不熟悉的就是战无伤了 战无伤平时话不多 默默地来了 坐下 默默地去了 离开 从年龄上看 战无伤似乎是超出大家一个层面 顾飞估摸着除了游戏 他和大家的共同语言有限 所以表现得沉默寡言 但顾飞一直以御天神明为参照物 是战无伤为成熟的表率 这点倒没看错 从这事上也可看出二人的差异 御天神明是想利用他人对他的仰慕 明显的急功近利 孩子心态 战无伤则是想走通过顾飞认识的正规途径 这他妈是传统的相亲思路啊 但不管怎样 两人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 那便是传说中的泡妞 为这事干嘛呀 无伤 趁着人家现在对我们有好奇 咱俩赶紧过去 说咱就是公子精英团的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 御天神明赶紧禁言 看架势 想和战无伤组队完成泡妞任务 你俩一起去 顾飞笑了 却把想说的话咽回肚里 结果韩家公子毫不留情地 说出了顾飞的心思 你俩往那一站 老得更老 少得更少 不怕人家把你们当父子啊 嘿嘿 哎呀 泡妞父子祖 哎呀 这称为牛 我看你们可以试试 又搁野消 战无伤和御天神明对视 骂得死大叔 离我远点 御天神明说 骂得死正太 你才离我远点 战无伤说 行了 你俩就别白费功夫了 这帮女人真正感兴趣的 只有咱们团中的法师而已 含着公子说 千里 你想独吞 战无伤和御天神明一起怒视顾飞 无伤 顾飞很痛心地说 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今天全毁了 形象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战无伤淫师 妈的 我应该选法师啊 宇天神明悔恨交加 这不是职业的问题 这是气质问题 顾飞 拍拍他 又割受不了了 苍天哪 谦虚到底是不是美德呀 拥兵团内部展开了言语PK 互相挖苦 攻击 诋毁 鄙视 一直到见鬼问了声 千里 叫我们过来 到底什么事 说话声音不大 内容也极平淡 但质地有声 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安静下来了 好一阵惭愧 尤其刚刚从重生紫荆 那个姑娘圈子里 飘过来的顾飞 歪楼 那不是女人的专利吗 咱一群爷们 怎么也能干出这事 众人都在自我检讨 末了顾飞拿出了双支回忆 递给了监鬼 真哪回来了 众人惊异 顾飞笑 呀 奇迹呀 监鬼惊叹 至于吗 众人挟使 如果这是奇迹 那监鬼一次被杀就爆掉 那算什么呀 生之回忆 我到现在掉了三次 三次全部拿回来 不是奇迹 是什么 监鬼感慨 众皆惊异 这种情况发生概率之低 的确可以称之为奇迹 三次全都多亏了千里 监鬼说 顾飞已争 他的印象里 和自己有关的只有两次 转眼一想 恍然了 原来 监鬼把和自己认识的那场PK 也算进去了 那时监鬼的双支回忆 的确是被顾飞夺掉了 对此 其他人 没啥可感慨的 作为最了解 顾飞实力的 他们来说 对顾飞之强大 已经麻木了 尤其刚才 玉天神明 向几人介绍了 顾飞的月夜灵袍 和暗夜流光剑后 大家更加 只有叹夫的份了 顾飞 强得有礼 强得无罪呀 对于 一直处于 网游界 顶尖水平的 他们来说 有这样一个角色 明显 压着他们一头 说实话 挺让人不爽的 但好在这人 是大家的朋友 而且并不是个 让人讨厌的家伙 这就让大家 很容易接受了 这事说完了 我们可以继续 顺带群美女了吗 玉天神明问 美女什么呀 哪来那么多美女啊 那恒惠二十个姑娘 长得好看的就几个 顾飞一说 二十个 你全认识啊 玉天神明惊讶 好吧 我坦白 我也是重生子经的一员 顾飞 焦底了 啥 这才是今天最爆炸性的消息 就连见鬼被杀 被爆 众人反应也没这么强烈呀 那行会不是号称 只收女的吗 玉天神明说 是个误会 顾飞遗憾道 我一不小心 响应了他们行会 结果就混进去了 行会一直是最低人数 所以他们也不让我退出 是啊 这种错误 为什么没发生在我身上 退出 你干啥想退出 玉天神明说 因为看起来他们不欢迎我 顾飞说 嗯 这应该是气质问题 如果是我 那情况一定不一样了 玉天神明幻想 被众女捧在手心的感觉 众皆鄙视 不过最近他们人数 已经超过二十一人了 我正琢磨着退出呢 顾飞说 原来这念头已经打消了 不过今天发生了 和烈烈的这档子事 顾飞觉得 还是不要继续待下去的好 看来自己和姑娘家 似乎处不好 主要原因是顾飞身上 女士优先 这种绅士文化并没有多少 这和她的出身有关 习武世家 风气比较守旧 家中是明显的男尊女卑 好在顾飞是新一代 接受新思潮还是比较多 不过 到底她的主要生长环境 还是如此 耳濡目染之下 新思潮和旧风气 一中和 形成了顾飞自己的态度 那是绝对的男女平等 对待姑娘和对待男人 顾飞是仪式同仁 向姑娘们出手 顾飞看起来的确会有顾忌 或是下手倾斜 但那并不是因为对方是女的 而是因为姑娘家的身子骨要弱一些 如果顾飞遇到的是一个 凝弱的老爷们 同样也会如此的考虑 为什么要退出 很显然 顾飞这等想法在玉天神明这种念头的人听起来完全是不可理喻 小孩子 你不懂 顾飞说 诶 玉天神明气愤 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 你还是不要退了 含着公子突然说话了 为什么 顾飞问 我们玩拥兵生意 需要好多情报来源 我比较支持大家分身潜入各大行会 像上次的事儿 在纵横四海中的玉天神明 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情报和便利 相信大家没有忘吧 含着公子说 众人点头 以我们的实力 原本想混入任何一个行会都不会难 只是这种纯女人的行会有些麻烦 千里 你既然就在这里面 就待着吧 含着公子说 这不过是个二十人的小行会 顾飞说 不要小瞧 这种纯女生的行会 自然有特别的地方 含着公子说 几个网游高手都一脸过来人的表情 点头附和含着公子 既然这样 就先待着吧 顾飞说 玉天神明连连点头 你现在尽快要做的 就是赶紧打听出来 里面二十位美女的情报 比较身高三维之类的资料 然后尽快呈上来 顾飞 面色已寒 这就是我存在于姑娘行会中的意义吗 含着公子无奈 嘿嘿 某些时候是的 不过起码现在是全息时代了 这情报收集也没那么困难 如果是资深的老狼 用目测就足够完成工作 滚吧你们 顾飞显然是不屑于搞这些事的 行了 没事就各干各的去吧 含着公子说 来 千里 我要好好和你说道说道 战无伤把顾飞拖出去了 哎 等我 玉天神明连忙追去 见鬼也收起了匕首起身 你看什么去 含着公子问 练急 杀那群败类 见鬼说 先练急 后面那事从长计议 含着公子说 见鬼点头离开 你呢 含着公子望向右哥 最近从论坛版主那里 收到点风声 平行世界 就要开始正式运营了 右哥说 哦 含着公子 神色一动 关注 请不含着公子 词 词 词